我闺女都快被人逼死了 游民走以前 她还背着我借了五六百万的私人带 带着别的女人一起生亡 现在所有债主都扑过来了 这就把我给撕了 父母都要这件事情 就这么害我 女孩再人以得 这也不是老家伙 竟然这样欺骗我的闺女 你俩来了 对吧 不要污污气你啊 这么撑我 你这是干什么 刘一丁先生 岳兄妻女士 啊 建议你们一家 对我女儿的恶劣行径 我要收回这和房子的使用权 请你们即刻搬出去 谁 哪有这个道理 你让自己住 你让搬就搬 凭什么 我就不会 把他们请出去 干什么 啊 哎 你们怎么可以这家呢 爸爸今天啊 给你们的出位和热气 把游民的护肤器啊 给请出去了